腾讯体育11月11日训赛曼联镇中,马卡绝对是一名津津一夜的球员,虽然出场时间无法保证,但是西班牙人在球场上的时候,他总是为曼联全力以赴。 但是这样的一位无次负现的球员,却可能离开老特拉夫的球场,根据他Export主持人杜尔姆的说法,马卡将在本赛季结束后自由加盟埃森纳,马卡名下或自由加盟埃森纳在曼联克场队阵游文图斯的比赛里,人们就意识到了马卡的价值。 在球队落后的决定下,马卡打入精彩的任意球,帮助球队颁平了比分。 本赛季,马卡在各项赛事,代表曼联出场了12次,打入了3球,助攻了一次。 马卡和曼联的合同在本赛季结束后到期,虽然他并非球队主力,但是很多球迷希望马卡可以留下来。 不过Texport主持人杜尔姆透露,马卡会离队。 他说道,我以为我们会和马卡有一个爱情故事,我们会感激他的贡献。 但是在我说出这番话之前,就在几分钟之前,我得知了一个消息,他会去埃森纳。 杜尔姆指出,这是突发消息,马卡将加盟埃森纳。 这是我听到的那部消息,并非官方的,这是接近曼联俱乐部的人告诉我的。 他将在明年夏天自由转回阿森纳,顺便说一句。 当这事发生的时候,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,我们曾怀疑你,但是你一如既往的证明了我们是错的。 此前,因为就曾经,爆料,马卡受到了阿森纳和尤文图斯的关注,而他更可能选择枪手。 理由很简单,马卡曾经和阿森的主帅阿梅与在阿伦西亚共事。 对于曼联来说,如果马卡真的离队,这会是巨大的损失。 因为马卡在球场上始终金金业业,这名球员还可以在导特拉夫的球场发挥于热,烟圈。